那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第三个要素 就是控制活动 这个要素和第二个要素 风险评估 二者呢 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 一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风险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加强风险评估 根据风险评估所得出的结果 我们接着干什么呢 接着就是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或控制活动 能够把风险所造成的影响 控制到我们企业承受范围之内 这就是这两个要素 它们之间的简单逻辑 那下面我们看看呢 这个文件关于控制活动这个要素 它所做出的相关规定 其中第一条文字虽然比较长 但是呢 它没有什么太强的实质意义 相当于从总体上 对控制活动提出相关的要求 我们在这呢 把它分成两段话 先看上面第一段 首先讲调 且应当结合风险评估的结果 通过呢 手工控制和自动控制 预防性控制与发现控制 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相应的控制措施 将风险控制在可乘周度之内 这就是我树立的第一段话 那你发现 首先讲调 它跟风险评估存在密切的关系 其次呢 又给我们提示了 当我们做相关控制的时候 这个控制有不同的分类 第一种分类呢 是把控制分成手工控制和自动控制 第二种分类呢 是把控制分成预防性控制和发现性控制 大家把这个名词呢 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课堂上 我们就不掰扯他们各自的原理了 个人如果有兴趣 或者说你的工作跟这个有相关性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这些不同的概念 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这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发现 接下来看 就是呢 采取这些控制措施之后 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把风险消除 把风险降到零 不是的 我们强调呢 能够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当我们开展风险管理的时候 一个企业一定首先要确定自己的风险偏好 确定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跟这个地方也是密集相关的 这就是我们树立第一条前半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主要就是给我们总体上 界定了一个企业可以采取的控制措施 都包括哪几种 分别涉及呢 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 授权审批控制 快递系统控制 财产保护控制 预算控制 运营分析控制和绩效考评控制 第一条呢 就是把这七种控制措施标题 给我们列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 从第二条开始 一直到第八条 就把这七种控制措施 每种措施 它的基本内涵 给我们做了相关的解释 那我们下边呢 就逐一来做相关的学习 看第二条 我们设计呢 第一个控制措施 那就是 不相职务分离控制 从某种角度来讲 不相职务相分离 这种控制措施 可以视为是内部控制的灵魂 大家呢 重点去把它理解一下 那什么叫不相容职务 所谓的不相容职务呢 主要指的是 这些职务如果由同一个人 或同一个部门来担任 那有很大的概率 会产生欺诈 舞弊的行为 所以呢 我们就要求 这些不相容职务 必须分开 那所谓的分开 就是说 这些职务应该由不同的人 或不同部门 分别来担任 通过这种分离 就可以使得 他们彼此之间 能够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 我们就有可能 尽可能的把发生 舞弊的可能性 把它降低下来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 它的基本逻辑 那么不相容职务 这种控制措施 在我们其内部 每个业务流程 其实呢 都有所体现 让大家熟悉的 采购业务流程 销售业务流程 等等等等 在每个部门内部 也都会有所体现 最明显的 比如说会计部门 就有很多 不相容职务 必须要分开的 最简单的 比如说会计跟出纳 这个呢 不应该由 同一个人兼任 还有什么类似的 比如说 总账和明细账的记录 这个呢 不应该由 同一个人来兼任 还有很多 其他相关的规定 大家呢 可以在课下 我们搜集相关资料 进不了解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第一个控制措施 它的基本逻辑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措施 那就是 授权审批控制 先理解 什么叫授权审批 所谓的授权审批呢 就是指 企业 要明确 内部各岗位 在办理具体业务 和具体事项的时候 他们各自的权限 他们的审批程序 以及他们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 这就是我们讲的授权审批 如果明确了每一个岗位 它的权限 它的审批程序和它的责任 就意味着每一个岗位相关的员工 在本职岗位上开展相关具体活动和事项的时候 一定是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 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来进行 那么你也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授权审批 把它处理清楚 那这里边所讲的授权审批 看清楚 我们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呢 叫常规授权 一个叫特别授权 对于企业而言 应该呢 编制常规授权的权限指引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内部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会明确规定 我们内部每个岗位 它的常规授权 我们所谓的权限 审批程序和相关的责任 那这个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或者是呢 稳定不变的 那除了常规授权之外呢 我们企业也可能会涉及特别授权 那这个特别授权 记住 说针对一些特殊情况 特殊事项 我们所进行的授权 所以这个特别授权 在不同企业 它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文件呢 就明确这样来说 规范 特别授权的 范围 权限 程序和相关的责任 要严格控制 特别授权 你不能随便的 乱发 乱进行 特别授权 这样的话呢 容易导致相关的权力被滥用 这是强调 我们不可以授权审批 它的基本规定 那下边 我们这个文件呢 又解释了一下 什么是常规授权 什么是特别授权 简单看一看 常规授权呢 就指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当中 按照既定的职责 和程序 所进行的授权 这就是常规授权 我们在这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采购业务 这是大部分企业都会涉及的常电的业务流程 所以在我们日常采购过程当中 我们采购业务流程就会呢 规定相关的职责和相关的程序以及权限 那么采购业务流程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岗位 我们所规定的权限范围一定会有差异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一个企业会规定 采购业务进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采购业务员有它的权限 采购金额在1000块钱以下 采购业务员可以自行来进行采购 那如果呢 采购金额超过1000块钱了 采购业务员没有权利了 这时候呢 必须要进行审批 那我们审批 向谁审批 申请呢 就是向采购经理来申请 那么采购经理 我们给他赋予的权限 就是采购金额 在1万块钱到1000块钱之内 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 采购经理呢 直接来批就可以了 但如果采购金额超过1万块钱了 采购经理呢 也没有权限了 这时候他也必须向上来申请 申请向谁申请呢 比如说财务总监来申请 财务总监呢 我们给他一定权限 他的权限呢 就是5万块钱到1万块钱 在这个范围之内 财务总监有权进行批准 那如果采购经理超过5万了 财务总监也没有权力批准了 我们可能会规定 5万块钱以上的这种采购金额 必须由总经理来审批 那你看 这就是我们所讲 我们常见的 日常经营管理的活动 我们事先做明确的相应岗位 他有关的审批权限 他的程序和他的责任 这就是常规授权 那么所谓的特别授权 就是指企业在特殊情况 特定条件下 我们进行相关的授权 那这个呢 就没有办法具体来讲了 因为不同企业 他的情况千差万别 这就是强调两种授权 他的基本内涵 内涵数据完之后呢 接下来明确要求 企业各级管理人员 应当在授权范围之内 来行使职权 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个也很简单 接着 下边这句话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句话呢 我们考试可能性非常高 强调 企业对于重大的业务和事项 这个呢 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审批 或者呢 连签制度 这个大家必须把它记住 任何个人呢 不得单独进行决策 或者是擅自改变 集体决策的结果 那我们把它稍微解释一下 看到这里边规定是谁呢 针对重大的业务和事项 但是注意什么要重大 文件当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 因为现实当中不同企业情况不一样 对重大的界定标准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采购 如果采购金额在十万块钱 那你告诉我 这个算重大 还是说不算重大 我们就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对吧 因为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如果一个企业 它的年销售额 是上千亿的销售额 那这十万的采购 可能对它来讲 就不算是重大 但如果一个企业 它的销售额一年才二十万 如果涉及十万的采购金额 对它来讲 可能就是重大的采购业务 所以在现实当中 我们企业内部 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来界定哪些业务 哪些事项属于重大 那我们文件呢 没有办法给出统一的标准 所以只能笼统的界定重大 考试的时候 就记住这个词汇 这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属于重大的业务和事项 我们要求呢 一定要实行 集体角色审批 或者是呢 连签制度 把这两个关键词 把它记清楚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请大家呢 一起帮我回顾一下 刚才我讲常规授权的时候 我为大家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记得吧 那就是采购业务 不同岗位 它的权限 我们说呢 采购业务员 一千块钱以下 采购经理 一千到一万 财务总监 一万到五万 五万以上是总经理 这是前面我们举的例子 对不对 但是大家现在呢 仔细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例子 或者呢 如果是这种规定 它有没有缺陷 应该是有缺陷的 什么缺陷呢 采购金额在五万以上 由总经理一个人审批 这就是缺陷 因为他没有规定上限 如果采购金额达到了一百万 同时对于这家公司而言 处于他重大的业务 这个所谓的界定 还有总经理一个审批 这合理吗 这就不合理了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大可能性 总经理 他有可能是舞弊了 所以我们要求呢 要实行 集体决策审批 或联签制度 所以你看到 刚才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分析的思路 就是我们这个五要素 有可能涉及主关题的 案例分析的套路 大家把它理解就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是把授权审批 这种控制措施 它的核心内容就梳理完毕了 那往下看 接下来呢 就涉及会计系统控制 这个控制措施 它的内容文字非常的多 但是坦率的讲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大家呢 就不用过分理解 它背后的原理 就是把文字呢 稍微熟悉一下 主要强调 企业要严格执行 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 加强会计的基础工作 要明确 会计评证 会计账簿和快务 会计报告 它的处理程序 保证会计资料 它的真实完整 企业应当设置会计机构 会被会计从业人员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看清楚了 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证书 那么会计机构 它的负责人 应当具备什么呢 会计师以上专业基础职务资格 大中型的企业 应当设置总会计师 但是注意 要求了设计总会计师的 这种企业 不得再去设置 跟其职权重叠的其他负职 这就是会计系统控制这个措施 它的基本思路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就涉及财产保护控制 这个控制措施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企业的财产 它的安全 你想一想 我们前面书里 背景知识的时候 是不是强调过 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明确提出了内控 它的五大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呢 就是资产安全的目标 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加强财产保护控制 我们看它的要求 什么呢 企业应当建立财产日常管理制度 和定期清查制度 采取财产记录 实务保管 定期盘点 然后呢 仗实核对等具体措施 来确保财产安全 在这句话当中 它就明确提出了 我们常见的四种财产保护控制措施 第一呢 就是记录 把企业拥有的各项财产 我们登记再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到心里有数 万一什么财产没有了 丢失了 我们能够马上可以查得到 第二个是谁呢 就是对财产实务本身 进行相关的保管 那这方面呢 也会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印章啊 会把一些现金啊 重要的文件呢 我们锁到保险柜里去 这就是典型的实务保管 比如说 在我们企业所在的办公大楼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弱电房啊 等等这样一些配电的设施 那我们知道 这种配电设施所在的房间 我们通常呢 可能都会安装一些 什么气体的喷发的这种装置 那奔发什么气体呢 一般是喷发灭火的这种 比如说二氧化碳 那就意味着 一旦这个房间着火了 马上就会喷出相关的气体 把火就灭下来了 那这是我们典型的 财产实务保管的做法 此外呢 还包括在办公区域 我们安装圣像头 然后呢 我们整个办公区域呢 安装一个门禁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权限 没有相关的门卡 你不能进来 这些呢都是典型的实务保管它的常见措施 大家呢把它感受一下 然后第三种措施呢 我们叫定期盘点 这不用多说了 最后也就是账实核对 你账上记载的有关财产 跟你盘点所得的实务 这个呢 必须是相符 如果不相符 那就说明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 财产保护控制 它的典型的四方面的具体措施 那接下来又要求了 企业应当严格限制 未经授权的人员 接触和处置相关的财产 这就是我们讲的财产保护控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就涉及预算控制 那这条文字我就不再念了 请各位自行把它阅读 这个控制措施主要就是强调 企业要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没什么强调的啊 接着看第七个 那就是运营分析控制 那什么要运营分析控制的 就是指企业在运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各个职能领域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和信息 比如说生产领域会产生很多生产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采购 我们销售领域会产生很多采购的数据 销售的数据 等等等等 我们就依托这些数据 我们使用一定的分析方法 比如说因素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 等等等等 然后对这些运营数据做分析 通过数据的分析 就有可能发现企业各个领域 在日常运营构成当中出现的问题 发现问题这本身是好事 因为问题就发现了 我们才可能采取应对措施 对它进行改进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运营分析控制 它的基本思路 再看下一个 我们涉及的绩效考评控制 这条控制措施 具体文字呢 也是请大家自行来看一看 它的内涵其实很好懂 主要就是对企业内部各部门 包括每个岗位员工 要进行绩效考评 通过绩效考评 可以清楚的知道 每个部门每个岗位 在一定时间之内 它的任务完成情况 我们根据考评的结果 才可能进一步来确定 有关的讲诚措施 这就是强调叫绩效考评 那我们到这儿 就是把这个文件 所提出的七种控制措施的主体 就把它梳理完成了 那梳理完成后呢 接下来控制活动呢 我们还有第九条和第十条 请大家看一看 第九条呢 是一个比较泛泛的说法 强调应当根据内控目标 结合风险应对策略 综合运用控制措施 对各项业务和事项实施 有效控制 没什么可强调的 接着看第十条 第十条大家侧重 要观察注意第一句话 强调应当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后边这些具体文字 无非就是呢 把它进一步表述了一下 那这个进一步表述的文字 我就不再念了 进自行来看 那我们前到第一句话 并不是说要求大家 把第一句话背后的原理 把它弄懂 不是这样的 我们站在应试的角度 希望大家做到什么成果呢 就是当你看到 这些具体文字的时候 你能够马上想到 它属于控制活动这个要素 就是把这个要素 和具体文字 这种归属关系 你把它记得非常扎实 我们应试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 这个第十条 那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第三个要素控制活动 这些规定呢 就把它梳理完毕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要素 涉及呢 信息和沟通 这个要素 请大家先按照两个词 去简单理解 第一个词呢 就涉及信息 第二个词涉及呢 沟通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企业要想实现 控制的目标 那么必须呢 要能够把 与控制有关的信息 进行及时的搜集和整理 在搜集整理信息的基础之上 还要把相关的信息 在企业内外部 进行有效的沟通 我们才能保证 相关的角色人员 掌握最全面 最真实 最及时的信息 我们才可能 及时做出 与内控有关的决策 这就是强调 信息和沟通 它的基本逻辑 那下边 我们看 它的具体规定 第一条规定 相当于是一个泛泛的说法 所以大家呢 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强调 应当建立信息与沟通制度 明确呢 内部控制相关信息 它的搜集处理和传递程序 确保信息及时沟通 促进呢 内部控制有效的运行 这是第一条 那接着第二条 主要是针对信息 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我们先讲第一个观念点 强调 这里边所讲的信息 既包括内部信息 也包括外部信息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如果我们题目 整个的表达当中 只强调内部信息 或者说呢 只强调外部信息 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不可能偏向于一方 所以记住 一定是内部和外部 同时都要有 那下边呢 这些文字 就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 搜集获取内部信息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主要的来源 和途径 那搜集获取外部信息的时候 有哪些主要的来源和途径 那这个呢 请大家次行把文字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条 主要关于信息 那接下来呢 第三条规定 主要是针对沟通 大家呢 要把它的具体文字 读清楚 他将来说 企业呢 应当将内部控制相关信息 在企业内部各管理 及次 责任单位 业务环节之间 以及呢 企业与外部投资者 债权人 客户 供应商 中介机构 和监管部门等 有关方面之间 进行沟通和反馈 这些文字 主要就是给我们描述了 我们涉及 沟通的时候 它的基本框架 这个框架呢 我们在这 可以把它分开 大家读一读 我们可以分成几部分来讲 记清楚啊 当我们谈到沟通的时候 这个沟通呢 应该分成两大块 我们呢 不妨按照这个方式 把它勾勒一下 首先这个沟通呢 涉及对内的沟通 然后又涉及对外的沟通 大家对照一下 是不是呢 前边这些文字 主要讲的是内部对内的沟通 而后边这个文字 主要讲的是对外相关的沟通 那其中对内沟通 又包括什么呢 内部各管理集次 那这个管理集次 无非就是上级和下级 对不对 此外呢 还包括责任单位 业务环节之间 所以我们在这呢 再为大家勾勒一下 它的基本框架 当谈到对内沟通的时候 这个对内沟通呢 我们又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呢是 自上 而 下 大家呢 不妨把它写一下 那你看 这里边上和下 是什么 这个上和下 主要针对就是管理集次 上就是上级 下就是下级 所以就意味着 我们对内沟通的时候 我们涉及呢 自上 上级对下级的沟通 那是不是 我们反方向也有啊 我们叫自下 而上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下级 我们的员工 如果在日常工作当中 发现什么 与内部控制 有关的这种问题 或缺陷的时候 也应该存在这种沟通的渠道 能够把这种问题向上 进行沟通 进行反馈 这就是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此外还有什么 哎 还有呢 横向沟通 把它够清楚啊 横向沟通 主要指的就是 在同一个管理集次当中 我们可能涉及不同的部门 可能涉及不同的岗位 他们彼此之间 也需要进行有关信息的沟通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框架 帮助大家把这个文字 它背后的逻辑 就把它梳理清楚了 那这是我们讲 关于沟通的具体规定 那接下来 下边呢 又进一步要求 较 信息沟通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 应当及时报告 并加以解决 哎 再看下一句话 重要信息应当及时 传递给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 那么这是我们第三条 它的相关规定 那接下来 我们看第四条 强调呢 关键词是信息技术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内部 做信息搜集 做信息沟通的时候 应当充分利用 现代的信息技术 来促进相关工作的效率 能够促进呢 信息的集成 和它的共享 这就是强调 它的关键词 那既然呢 在我们有关信息 收集 沟通过程当中 要求充分利用 现代的信息技术 那你想一想 这些信息技术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本身 也涉及管控的要求 如果这些信息技术 我们不能够有效的管控 那么它在使用过程当中 也是有可能 给企业造成一定损失的 所以你看到 这条要求的后半句 也就是重置开始 后边这些文字 就是针对呢 信息系统 针对信息技术 提出了一些管控方面的 整体要求 强调应当加强呢 对信息系统 开发与维护 访问与变更 数据输入与输出 文件的储存和保管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控制 从而呢 保证信息系统 它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四条 那接着我们看第五条规定 大家呢 要重点掌握 因为第五条 我们涉及考试的可能性 更加明显 大家先关注它的关键词 第五条针对什么提要求呢 针对是反舞弊 提出了重点要求 所以我们第一个层面的要求 就是说 当你看到反舞弊 这三个关键字的时候 你首先要能够准确的 回忆起 它是在信息和沟通 这个要素 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学习 把这种归属关系 先把它掌握到位 这就是第一层面 然后第二层面的复习要求 就是接下来把这一条与反舞弊 有关的具体规定 我们要把它复习的比较熟练 那我们强调呢 加强建立反舞弊机制 那这个机制在建立过程当中 我们有个基本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乘防并举 重在预防 大家把这个数理到位 然后要明确呢 反舞弊工作的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和有效机构 在反舞弊中的辞职权限 规范舞弊案件的举报 调查 处理报告和补救程序 这就是第五条前半句 前半句呢 重点就是掌握这两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后半句 后半句呢 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所谓反舞弊工作的重点 我们典型的有哪几方面 我们请大家把这四条 要能够熟练的把它掌握 你可以不背 但是呢 一定要反复的看 我们第一个重点强调 未经授权 或者是采取其他不法方式 侵占挪用企业资产 谋取不当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反舞弊的重点 然后第二重点强调 在财务会计报告和信息披露等方面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是重大异论 那么学过经济法的同学 对第三个词汇呢 应该还比较熟悉 对吧 所谓的虚假记载 所谓的孤岛性陈述 所谓的重大异漏 这是我们重点的第二个 第三个是谁呢 董事监事经理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滥用职权 这个呢 也是反舞弊的重点之一 最后一个强调 相关机构或人员 串通舞弊 这个关键词呢 一定要把它看准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强调是串通舞弊 而不是说单纯的强调舞弊 我们要结合前半 我们学习的控制措施 第一个什么呢 不相逐相分离 去把它理解一下 按照前面的讲解 我们企业呢 要采取不相逐分离控制 这种控制措施 如果这个措施 我们能够有效的落地去实施 就意味着 使得这些不同的人员 或不同部门 他们彼此能够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做到了不相逐分离控制 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防范舞弊现象的发生 我们只能防范个人舞弊情况的发生 那如果我们分离完之后 这些不同的人 不同的部门 他们彼此串通起来 一起舞弊 我们这种不相逐物分离控制 它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们是在不相逐物分离控制基础之上 就是把这种串通舞弊 列为反舞弊的工作重点之一 大家把这个逻辑理解到位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第五条 反舞弊它的细节内容 那数据完之后 我们看第六条 第六条 重点看第一句话 强调企业应当建立 举报投诉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大家帮我琢磨一下 我为什么强调重点看第一句话 应该理解了吧 站在考试的角度 希望大家达到的复习效果 就是当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能够马上想到 它是在信息和沟通这个要素 我们涉及到的 把这种归属关系 必须掌握得非常熟练 而所谓举报投诉制度 举报人保护制度 到底怎么制定 包含哪些内容 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暂时不用去管它了 将来工作需要了 我们再结合写实践 我们去进一步学习了解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中间这些文字 都是比较泛泛的说法 那我就不再念了 请各位的自行结合讲义把它熟悉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最后一句话 强调 举报投诉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如果企业建立起来之后 要干什么呢 应当及时传达至全匹员工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 你不能说这个制度啊 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了 只是企业高级管理层几个人知道 然后呢把它就放在保险柜 放在文件柜里边去了 我们员工不知道 那如果呢 员工发现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缺陷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举报 不知道该怎么去向上汇报 这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强调相关制度 应当及时传达给每个员工 这就是强调第六条 那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信息和沟通这个要素 它所设计的细地点 就把它梳理完毕了 然后我们转入第五个要素 来学习呢 所谓的监控 那这个要素 在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这个文件当中 界定为叫内部监督 我们先理解这个要素 它的基本内涵 所谓的监控或内部监督 其实呢 主要就是对企业 已经建立并实施的内部控制体系 我们进行监督 监督的目的是什么 监督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通过监督 及时发现现有的内控体系 它是否存在缺陷 是什么类型的程序 是什么程度的缺陷 根据这个监督的结果 我们才可能采取改进措施 这就是强调这个要素 它的基本内涵 那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要素 它所涉及的几条规定 那么第一条规定 也是首先请大家 掌握它的最核心的文字 第一条主要是针对 内部审计机构 给出了明确的要求 那也说明什么 那也说明 内部审计这个部门 在内部控制体系当中 它的地位 它的角色 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前面第一个要素 谈到内部环境的时候 我们有一条就沾对内部审计 提出了要求 现在呢 到了第五个要素 内部监督 又提到了内部审计 这个重要程度很明显的 对不对 它将来说企业应当根据 本规范进行配套办法 制定内控监督制度 明确内部审计机构 或经授权的其他监督机构 以及其他内部机构 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 规范内部监督的程序 方法和要求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 那这些文字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在这条当中呢 又把内部监督分成两种类型 一个呢叫日常监督 一个叫专项监督 大家可以把这两种类型 它的各自内涵 把它熟悉一下 其中 所谓的日常监督 就是指企业呢 对建立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 进行常规 持续的监督检查 关键词就是常规持续 这就是文表呢 叫日常监督 那么看它对应的 就是专项监督 所谓的专项监督呢 就是针对 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 发生了较大调整 或较大变化 我们针对其中的某些特别方面 进行监督检查 这就是我们讲的专项监督 大家把这个文字呢 再去把它熟理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关键词 一个就是发生较大调整 发生较大变化 然后呢 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 这就是专项监督 那么专项监督 我们这里边就涉及监督的范围 以及监督的频率 文件规定很清楚 专项监督 它的范围 它的频率 这个呢 应该由企业 结合自身情况 把它明确 那什么情况呢 第一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来判断一下 我们专项监督 它的范围和它的频率 第二呢 还要结合日常监督 它的有效性 那如果日常监督 它的作用不明显 我们就必须加大呢 专项监督 它的范围 它的频率 如果日常监督 非常有效 那我们专项监督 它的范围和频率 就可以适当的把它缩小 这就是它的基本逻辑 那这是我们讲第一条 关于监督 内部审计 监督的两种类型 那树立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条 第二条呢 同样请大家 先注意它的关键词 就是呢 知道第二条 主要针对谁 提出的要求 什么呢 就是内部控制缺陷 大家把这个关键词呢 先把它记清楚 记清楚 按照前面的提示 我们之所以强调内部监督 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措施的执行 能够及时发现 内部控制建立 跟实施的过程当中 它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 然后才可能加以改进 对吧 那你要想能够及时的发现 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 我们首先呢 就必须先去制定 内部控制缺陷的标准 就是呢 给出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上呢 会明确的说明劣势 我们企业内控体系各方面 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属于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 把认定标准呢 先把它确定下来 那在实践当中 凡是建立自身 内部控制体系的企业 它的内部 内部控制相关文件 一定会有一个文件 专门来写 它的内部控制缺陷 认定标准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 有这种文件 你可以拿过来去 把它简单的看一看 如果你是在事务所 你做审计工作 那我相信呢 你接触的被审计单位 一定涉及内部控制 你也可以参阅一下 它的有关内部控制文件体系 熟悉一下 我们所谓的认定标准 一般是什么方式 来写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要求 那么这个标准确定完之后 我们要对照 监督检查等中 发现的内部缺陷 分析它的性质 它的产生原因 提出整改方案 然后采取适当的形式 向董事会 向监事会 或向经理层来报告 这就是首先呢 把内部缺陷 认定标准 以及呢 工作要求就提出了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段话 这段话呢 我很多文字叫黄颜色 就是请大家要适当 侧重去注意一下 强调 内部控制缺陷 包括呢 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到之呢 先停下来 这个文字 其实呢 就是告诉我们 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有不同的分类 这就是其中一种分类 把缺陷分成 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其中呢 所谓的设计缺陷 主要指的是 你这个企业 要么没有内部控制制度 要么有 但是整个制度 我们设计的 不健全 不完善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叫设计缺陷 那跟他相对的 我们叫运行缺陷 也叫执行缺陷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 有一套完善的 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 但是没有得到 有效的落地 也就是没有得到 有效的贯彻实施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规律 叫运行缺陷 这就是一种分类 大家把它理解一下 然后接着 后面规定了 企业应当呢 根据内部控制 缺陷整改情况 并就内部监督中 发现的重大缺陷 追究相关责任单位 或责任人的责任 这个地方呢 主要强调是追责 对吧 但是你发现了 这个追责 有它特定的针对对象 谁呢 就是如果是重大缺陷 我们才涉及呢 有关追责 那这个地方 又涉及 缺陷的另外一种分类 而这个分类呢 我前面 好像给大家进行 做个介绍了 这个分类呢 就是根据缺陷 发生的严重程度 我们分成 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 所以看清楚 这个地方涉及追责的时候 主要针对重大缺陷 大家就把这里边呢 细节逻辑 再把它稍微理解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第二条规定 那这个树立完之后 接着看第三条规定 那记住 第三条规定呢 同样 请大家先掌握它的关键词 第三条 主要针对自我评价 这项工作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那换句话来讲 当我们开展内部控制 有关监督工作的时候 进行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自我评价 这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把这个树立清楚 那我们规定是这样的 应当结合内部监督情况 定期对内部控制 它的有效性 要进行自我评价 评价的结果 要编制自我评价报告 大家把这个掌握到 而且呢 实物当中我们还有规定 如果是上市公司 这个自我评价报告 要随年报 一并对外发出 同时要求注册会计师 要对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要进行审计和鉴定 大家结合实物呢 把它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后边这个文字呢 就非常的简单 这个呢 我就不再念了 请各位自行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内部监督 这个要素的第三条 那么第四条规定 也就是最后一条 也属于比较泛泛的文字 我们就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强调 在整个监督的过程当中 应当以书面 或其他适当的形式 妥善保存 内控建立与实施过程中的 相关记录或者是资料 确保呢 内控建立与实施过程的 可验证性 相当于呢 我们要保留证据 要是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有据可查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四条 那到这就是把第五要素 所谓的监控 或者说内部监督 它的具体规定 就把它梳理完毕了 我们也就把内部控制 五要素的所有内容 就把它全部结束 这个地方 应该说理解的难度 不是很大 主要的挑战呢 就是文字量比较大 所以请大家呢 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终于把这些文字呢 多熟悉 多反复去掌握 学习完这些具体内容之后 接下来 课堂上呢 和大家分享几道立题 让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地方 它的典型考试套路 我们在这 主要是展示选择题 那么它可能的 潜在的主观题考试套路 我们会放在习题班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首先请大家 看这道单项选择题 这就是我们这几年 内控宽调五要素 最典型的考法 什么考法呢 你看 他就来说 政大公司近年来呢 不断加强企业 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 在董事会下 设立了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负责审查内部控制 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有效实施 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的横况 协调内控审计 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根据COSO内部控制框架 政大公司的上述做法 属于内控要素当中的 哪一个 大家先琢磨一下 这道题的考试套路是什么 很明显啊 这道题的考试套路 就是给出一家公司 它的具体规定 它的具体做法 然后要求你 根据这个材料来判断一下 它属于五要素当中的 哪一个要素 明白这道理了吧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整个案例材料 主要是针对审计晚会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它的做法 回想一下 审计晚会 我们是在哪个要素当中 我们强调了 应该是在第一个要素 那就是控制环境 我们国家这个文件呢 表达为是内部环境 其中的第三条 我们有这些具体文字的表述 所以这个答案 如果你能够把前面书里的文字 很熟悉的话 我们就很快的就能够把它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套路 那同时 对于这道题呢 我们来提示个细节点 因为这道题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坦率的讲 其实还是有点凌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些文字 都是来自于我们国家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文字 但是这道题在设计问题的时候 它是要求根据 抗塑委员会这个文件 来判断它是哪个要素 而抗塑委员会这个文件当中 是没有这些具体文字的 只不过逻辑是相通的 所以这边就提示了大家 就是当我们遇到这种 一看就是我们国家 这种文件相关文字的时候 你就不用管 它的问法当中 到底是依据什么 就直接按照我们国家 内控基本规范 来判断 它和哪个要素的一种归属关系 这就可以了 就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啊 除非这道题 整个的文字 全部都是抗塑委员会 无要素 它的具体文字 而我前面说过 这种直接针对抗塑委员会 原文文字考核 考试的概率很低很低 偶尔会涉及 我们前面都已经把它省了 大家呢 自行把它兼顾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相关例题 大家把这个套路呢 熟悉一下 那么这道理题结束之后 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第四节 风险管理体系 希望大家复习 相关的内容 就把它全部结束 所以按照惯例 这一节结束的时候 我带着大家 再把这一节 我们学过的内容呢 整体把它附下盘 这一节的内容 应该说还是比较多 目前的比较零散 主要是针对风险管理体系 五个内容 给我们做了相关的介绍 其中 风险管理体系 第一个内容 就是要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这个内容呢 比较杂 但是重点比较突出 重点就是风险管理 七种工具 风险规避呀 对冲啊 转移呀 控制啊 请大家要把每种工具 它的内涵加强理解 我们讲一所总结 它的例子 或它的手段 必须熟练的掌握 这都是我们应对案例分析题 主要的依据 那除了这个重点之外 其他内容 都属于相对比较细小的内容 那么就请大家 按照我们讲义所做的总结 按照我在课堂上 所做的提示 我们课下呢 合理安排时间 有针对性的加强复习 这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讲 这个地方 它的主要内容 通常都是靠选择题 但是 这七种管理工具 大家呢 也要防止在主观题 要求大家做相关的案例分析 不过我也提示过了 即使在主观题出现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惊慌 因为它的考试套路 和选择题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无非就是给你案例材料 要求你判断 它体现的 我使用的是哪种风险管理工具 而已 这就是第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我们学习的是风险理财 是不是内容也很杂 也很散 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呢 专业性比较强 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所以我们请大家客下再去加强理解 如果当你客下强化讲义某些内容的时候 发现呢 好像没太听懂 或者呢 忘了他到底讲什么 这个地方建议大家把基础版课件拿过来 再去挑着去听一听 不是说我们听完一遍就把它完事了 通过这种反复的听 反复的理解 我们才可能抓住它最核心的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是应对选择题 这是第二个内容 然后第三个内容呢 就设计风险管理组织职能体系 那这个内容对理解的要求不高 所以主要就是合理安排时间 能够把一些原文的文字 我们适当把它熟悉就可以了 那这里边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谁呢 董事会的职责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除此之外 审计委员会的一些具体文字 也请大家适当把它兼顾一下 那这个点 按照我们目前判断 应该是以选择题形式考核 这个概率呢 比较高 主关题的概率呢 相对偏低 但是大家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三 然后第四呢 我们设计风险管理 新系统 这个我们全部把它放掉了 最后就是内部控制 那我们主要复习 内控框架 五要素 还记得我前面所讲 两个层面复习的要求吧 最基本要求 就是你复习完之后 达到的效果 就是当你看到某一句话之后 能够准确的判断 它属于哪个要素 把这种归属关系 你把它准确的掌握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连这个要求都打不到的话 内部控制这个点 你肯定没复习到位 在满足基本要求基础之上 我们再尽量 按照更高要求去复习 那就是 我们除了能够看出 它属于哪个要素之外 还能判断这句话 它的表达 它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错误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可能给出 正确的解释 正确的理由 这个主要是防范 主关题的冷门考法 请大家尽量 往这个较高层次的要求 去靠拢 去努力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节 我们所学的主要内容 那内容回顾完之后 接下来 简单归纳一下 这一节 它的主关题考点 从最低点考试来看的话 这一节 没有什么明显的主关题考点 所以我们在这 总结的都是 主关题的冷门点 典型的一个就是 风险管理 其中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 内控框架 五要素 所以请大家呢 适当的做好相关的准备 这是我们主关题的总结 那么这一节呢 从教台本身编写来讲 没有什么态度的案例 所以我们请大家呢 主要就是依托讲义 能够再去反复的讲话 我们就把整个第四节 把它结束掉 谢谢大家 绍典型的